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以前在节目中多次说过 习近平要独揽大权 要当各种中央领导小组的组长 什么事他都要管 这种独揽大权看上去好像很疯狂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是很困难的 关键是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很有限 不可能什么事情你都管 特别是像中国14亿人口这么大的国家 一个人要把中国的事情全管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习近平偏偏就要跟人们的常识对着干 偏偏就要用这种最笨的方式来独揽大权 如果是在天下太平岁月静好的时代 那事情比较少嘛 习近平这样一个人独揽大权 还是能忙得管 可是现在偏偏又遇到了所谓的百年之大变局 国内国外各种让人操心的事情不断发生 就让习近平越来越感到独揽大权是力不从心 他就开始揽政了 我们看今天北京新华社的一个新闻 题目是 习近平对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 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 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 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关于习近平的新闻这个题目如此之长 就是习近平懒政的表现 因为这个新闻题目这么长 看上去习近平好像是干了很多的事情 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新闻的内容的话 就会发现习近平实际上他什么都没干 那么这个超长题目的新闻到底是说了什么呢 在昨天和今天6月28号到29号 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一个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大型中央会议 按理说习近平是应该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上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于2018年7月3号到4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出席会议 这个五年才开一次 要召开两天的全国性的大型会议 那么习近平要出席这个全国中央组织工作会议 发表讲话是应该的惯例 如果说习近平没有特殊的事情 不应该缺席这一次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可是习近平偏偏缺席了这一次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纪委书记李希出席会议 像这样的全国性的大型会议 由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主席会议并发表讲话 明显让人感到档次级别不够 有点压不住场子 所以蔡奇就需要拉大旗做虎皮 要在会上传达习近平的指示 这样才能镇得住场子 很显然习近平最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既没有出国访问也没有外出考察 那么为什么习近平要缺席这一次非常重要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呢 这就是习近平懒正的表现 现在习近平管的事情太多了 管不过来了 他就要把一些事情交给别人去管 蔡奇现在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人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就让蔡奇来代替他 来主持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习近平的懒正对他的夺懒大权来说 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 人们看到习近平懒正了 很多事情他不亲自管了 把很多事情都交给蔡奇去管了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构架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的经验 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前 所有重要会议都是毛泽东亲自出席并讲话 所以给人们一个印象就是毛泽东夺揽大权 1960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 毛泽东就很少参加重要的会议 都是由刘少奇来主持召开重要的会议 下面的官员一看这个场面就会有想法 因为在中共这个体系当中 一个官员能不能升官完全是上级的一句话 并不在于你怎么去努力工作 而且你越是努力工作 干的工作越多就越容易犯错误 所以在中国官场上升官的秘诀 并不是说你做好工作 而是去巴结讨好领导 只要领导喜欢你了 你的升官就没问题了 即使你工作干的不好 照样是可以升官的 可是巴结讨好领导也是一个学问 首先你要有观察力 观察出谁是有实力的 掌握实权的 说话算话的领导 谁是没有实力的 不掌握实权的 说话不顶用的领导 在中国官场上 有些人官职很大 地位很高 但是没有实权 这样的领导 你去巴结讨好也是没用的 因为他说话不顶用 他想提拔你 也是提拔不起来 所以要想升官的人 你一定要看准 那个有实力的 说话算话的实权领导 那样去巴结讨好 才有效果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 重要的呼吁 都是由刘少奇来主持召开 下面的官员就会认为 毛泽东把大权 已经下放给刘少奇了 现在是刘少奇掌握 中央的实权 这样一来 官员们就纷纷去 巴结讨好刘少奇 对刘少奇说的话 做出的指示 他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去执行 因为官员们都认为 要向升官 刘少奇是掌握实权的人 一定要让刘少奇喜欢你 你才有升官的希望 于是本来很多效忠于毛泽东的人 都纷纷转向去效忠刘少奇了 因为他们认为 毛泽东已经不管实事了 靠毛泽东升官是不行了 升官要靠刘少奇了 这样一来 刘少奇就在党内 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跟毛泽东分庭抗礼 以至于后来 毛泽东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 利用党外的红卫兵的力量 才把刘少奇打倒 现在习近平的情况也是一样 现在习近平揽政了 把很多重要的事情 交给蔡奇去管 重要的会议交给蔡奇去主持 下面的官员看到这个场面 他们就有想法了 他们就会认为 习近平已经把大权下放给蔡奇了 那么现在蔡奇成了掌握实权的领导了 于是官员们就会纷纷去巴结讨好蔡奇 一些本来效忠于习近平的人 也会转向去效忠蔡奇 因为他们认为习近平已经揽政了 已经不太管实事了 中央实际的事情是在蔡奇才管 所以蔡奇现在是说话算话的 那么他们要升官 靠习近平也不行了 升官要靠蔡奇了 这样一来 蔡奇在党内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这对于习近平的独揽大权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无形的威胁 所以独揽大权这个事情 就是必须你去亲自去管 亲自去做 如果独裁者揽政了 很多事情不管了 叫给别人去代替他管 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就会对独裁者构成一种另外的威胁 过去皇帝身边的太监宦官 之所以能够把持朝政 就是因为皇帝的揽政 皇帝把重要的事情都交给太监去管 这样一来 下面的官员要想升官都要去巴结太监 太监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甚至太监的权力可能还会比皇帝还大 皇帝反而被太监给把持了 这种太监把持朝政的现象 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常见的 这个关键的原因就是皇帝掌握着 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他自己又揽政 掌握这么大的权力 他自己不去亲自管事 把很多事情交给太监去管 等于就是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交给太监去行使 所以就造成了太监把持朝政的情况 这种太监把持朝政和集体领导 还是不一样的 太监并不是一个集体领导的班子 他们也不是有什么事情 来集体领导商量决定 太监他是打着皇帝的旗号 是假传圣旨来行使皇帝这样 至高无上的权力 也就是说太监他不是一个独裁者 但是他打着独裁者皇帝的旗号 他说什么皇帝说了什么 别的大臣也不知道皇帝是不是这么说了 因为皇帝懒政 别的大臣也见不到皇帝 不知道太监传出来的圣旨 是不是真的就是皇帝的意思 但是太监又是打着皇帝的旗号 他发出来的命令不知行又不行 所以这样太监就可以把持朝政 我们看这一次蔡奇在会上 传达习近平的重要指示 但是习近平的这个指示具体是什么 别人都不知道 只有蔡奇一个人知道 当然在这种公开的大会上 蔡奇是不会假传甚至的 但是在其他的比较不公开的情况 比较小范围的情况 蔡奇会不会打着习近平的旗号 来发布指示命令呢 这就很难说了 因为现在只有蔡奇一个人 能得到习近平的特别信任 习近平的知心话 四方话都只跟蔡奇一个人说 这样蔡奇就有资格 拿着习近平的旗号去发号施令 那别人也不知道 习近平是不是真的这么说了 他们也没有资格怀疑 蔡奇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就是习近平的指示 所以他们也只能去执行 蔡奇说的这些指示 这样一来 蔡奇就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 也会对习近平构成一个新的威胁 所以习近平虽然说独揽大权 一旦他进入这个力不从心 进入这个揽政的阶段 中国的权力斗争 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习近平就会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今后中国的权力斗争 只能是越来越激烈 这也是独裁专制体制 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们这些吃瓜群众 那就等着看热闹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